- 剪一隻喔? - 我們看起來是這樣啦 - 不是說台股就不行 - 但是我覺得在美股裡面啊 - 那個速度會快 - 非常非常的多 - 我懂這些方便之處 - 但是你又看我的表情真的很難看 - 因為啊 - 因為啊 - 因為都總得Etoro的 - 太誘者不會又來罵你啊 - 他說50塊就可以賣Google - 這件事情我是非常不同意的 - 因為你知道Google要多少錢嗎? - 不知道 - 應該很貴 - 價要1000多元 - 可能上下下 - 假設是1800好了 - 那怎麼可能 - 用50塊就投資Google - 怎麼可能 - 你根本就沒有買到股票 - 我們一直在講說 - 我們做價投資 - 我們是在投資公司 - 就我把錢借給公司公司 - 營運他生意 - 然後你持有公司的一部分 - 你是公司的股東 - 怎樣怎樣怎樣 - 這些前提都建立在 - 你真的有買到那家公司的股票 - 所以你真的必須要 - 那你一股多少你就要花大錢 - 那50塊你買到的你好像持有 - 但是你沒有持有 - 你持有是一張券商給你的價差合約 - 最近這幾個月 - 因為股市一直在往上漲 - 所以你不覺得你持有價差合約會有什麼傷害 - 但是就在18年的10月的時候 - 那時候股市有稍微往下跌個10多帕 - 那我這裡有一個朋友他當時買Visa - 當時Visa價格是140多 - 然後一下子跌到了120 - 其實沒有跌很多 - 他就去買一頭的價差合約 - 然後50塊嘛 - 就是一個單位50塊 - 然後他買兩個單位吧 - 然後就這樣一疊的時候 - 一頭就把它砍倉了 - 他就叫做砍倉 - 因為你只有叫他合約的時候 - 你是自己不能決定我還要不要持有 - 你是被動的 - 就是券商說砍倉 - 你就掰掰 - 如果我們做價值投資 - 我們真的遇到金融好像沒關係 - 我們去睡覺 - 我們就不要看就好了 - 因為你知道你買的是好的公司 - 他會上來嘛 - 甚至是你要加碼 - 第一題就是 - 第一題就是 - 如果美股 - 例如蘋果最近又一直在長的情況 - 那我該不該買 - 如果一直都是長的情況的話 - 欸這題我可以回答欸 - 就它還是必須在一個合理的價格啊 - 對 - 如果你看到蘋果一直長 - 我也很想買啊 - 但是我沒有買啊 - 我就等它跌啊 - 你知道昨天蘋果稍微跌一下嗎 - 我不知道 - 就是最近庫克發了一個公告說 - 我預期我們蘋果今年的收入會降低 - 但是沒有跌很多 - 像這種公司 - 你會看到它漲上去 - 然後你會想說 - 我想要追 - 不用追 - 你就等就好 - 在等待的同時 - 你可以再去多看幾家公司 - 總會有人在合理價的 - 所以不用急 - 你有很多選擇 - 那第一題就是請問 - 每股股息 - 美國政府會先扣30%嗎 - 例如股息 - 核令一千元 - 政府扣了300元 - 然後700元會入帳 - 是這樣嗎 - 但不是美國人 - 又不會被扣稅 - 所以之後會突然給台灣投資人嗎 - 還是自己要去向美政府申請退稅呢 - 欸這個我也會耶 - 我也可以回答 - 好 - 那我來回答看Peki覺得我會 - 都不對這樣子 - 它是會扣稅 - 就像這個網友說的一樣 - 因為我們不是美國人 - 所以不用繳那30%的稅 - 所以一般來說 - 我們是一年去申請一次退稅是嗎 - 是可以三年申請一次 - 程序會很煩 - 很煩碎 - 那一般人會申請 - 那這樣子就吃到獲利了耶 - 30%不會佔你總收入的很多錢 - 因為啊 - 我們就算一下 - 假設我們對於股息股的合理價 - 你的入手價是4% - 然後被扣走30% - 然後你剩下賺3.7% - 可是美國的股息是會年年成長的 - 所以明年這個 - 你當初的這4%可能變成5%了 - 可是被扣30% - 然後這樣子還是有4.7% - 你還是越賺越多錢啊 - 如果你真的很在意美國的公司會預扣這30%的話 - 你可以去投資英國去美國上市的公司 - 因為這個東西是那個國家規定的 - 所以英國就是沒有要跟任何的受損 - 即使是他在美國上市 - 它也不用移到美國的難櫃啊 - 對啊 - 就是那個ADR嘛 - 就是外國去上市的公司 - 對 - 所以每一個國家ADR - 它這個預扣%數都是不一樣 - 不一定是30% - 對 - 所以英國就0% - 我去年就有投資那個英國煙草公司啊 - 我覺得你一直在乎那30%不投資美國的話是很可惜 - 因為裡面有兩件很棒的事情 - 第一股息成長 - 就是股息它每一年真的會越發越多 - 你就看得到紀錄它真的越發越多 - 我們現在去看喔 - 有連續10年股息成長的公司有200多家 - 那台灣咧做一家 - 而且這一家每年都會換 - 就是台灣做不到這件事 - 所以大部分人沒有這個習慣說 - 居然股息是會成長的 - 對啊 - 然後再來就是 - 你做一個叫做股息再投入的設定 - 這只有在美國券商可以做 - 就是讓它負利的 - 就讓它負利 - 股息再投入 - 它再投入可以買到小數點的第三位 - 所以你的持股的數量 - 一開始我只買100股欸 - 可是可能幾年後我要賣的時候 - 怎麼變成150股 - 中間我啥事都沒做我就睡覺一樣 - 在台灣如果你收股息的話 - 是不是就收現金 - 然後就拿走沒有負利的版本嗎 - 對 - 那你如果做股息再投入的話 - 它就是負利越來越多這樣 - 那你如果真的很在乎30% - 你就投資英國的公司 - 還有新加坡的公司也不用 - 在新加坡沒有太多公司可以選 - 英國就蠻多 - 去美國上市的公司可以選啊 - 我們去年有投資幾家英國公司啊 - 那說不要去退稅是因為 - 退稅很麻煩 - 要退稅的前提就是你要先報稅 - 那你怎麼跟美國報稅 - 你要先申請一個稅號 - 你從此之後 - 你就每年都要報稅 - 不然你如果入境美國 - 它就找你麻煩 - 說欸 去年了不加稅 - 為什麼今天沒報稅 - 它比較激烈一點 - 它比較激烈一點喔 - 所以可以延藥先準備 - 他說 - 必須要把美股捧上田 - 遇過真正的崩盤債來說心得 - 要吵架是不是 - 喔你真誒 - 夭壽了 - 喔 - 我冷靜一下 - 濕怒濕怒 - 我們現在針對他的第一個 - 他說 - 對散戶啊 - 因為你那個影片影片好像有說 - 拍股的規模很大 - 啊 美股規模很大 - 喔美股規模很大 - 做美股啊 - 你就單純關注公司本身就好 - 甚至你也不用看總金 - 我們沒有在看總金 - 總體經濟 - 總體經濟 - 我聽到那個頭都很暈 - 我沒有在看總金 - 然後甚至你不用去關心什麼法人市場啊 - 然後什麼大戶在進場什麼的 - 對 - 都完全不用去理那些事情 - 不是說資金會出不掉 - 不是這個問題 - 因為我也不是進進出出 - 我們基本上就是 - 很少在賣股票啦 - 幾乎都是一直在投入這樣 - 不是那個問題 - 而是這個市場 - 容不容易受到操控 - 或者是你明明就看好公司 - 他應該要那樣表現 - 啊怎麼會那樣 - 之類的 - 是那種問題 - 然後再來就是 - 為什麼會建議大家去投資美股 - 是他真的很好進場 - 對於年輕人來說 - 很好進場 - 因為是零股 - 盤中就零股在買賣 - 不是盤後才在零股 - 然後只戳合一次 - 那你今天沒有就沒有了 - 基本上在盤中都很容易成交的 - 那我覺得台股是真的 - 對年輕人是很不友善 - 就是說那個門檻啊 - 進入的門檻 - 必須要比較多錢 - 才可以去投資台股 - 遇過真正崩盤再說 - 再說 - 對我沒有遇過公盤 - 沒有錯 - 但是今天啦 - 即使你明天讓我公盤 - 我都不會怎麼樣 - 對 - 甚至我有錢加嘛 - 因為我做資產培資 - 然後再來是 - 我選的公司 - 都有遇過公盤 - 喔很好 -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堅持說 - 我要看它是十年的公司 - 應該說曾經經過金融海嘯的考驗的公司 - 然後再來是我了解那家公司 - 那如果下一次金融海嘯 - 即使明天來我都不擔心 - 因為好像很多人的感覺就是 - 金融海嘯很大點就要逃啊 - 對 - 我不知道你要逃去哪裡 - 啊你上面已經虧損了 - 為什麼要逃咧 - 我們是留一筆現金等著要加碼 - 對 - 所以在我們已經知道會金融海嘯 - 一定會金融海嘯 - 只是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發生 - 所以我們隨時都有做好準備 - 所以其實Peggy選的公司 - 是它經歷了金融海嘯 - 但它金融海嘯還是在賺錢的公司 - 對 對 - 所以其實根本就是 - 如果你選對公司 - 就不會因為金融海嘯害怕 - 這問題就是 - 價值投資的缺點 - 我認為是違反人性 - 因為金融海嘯的低點 - 沒人敢買 - 而股市處於動到 - 應該持有現金等待時 - 也會有種錢放在身上 - 不投資很大空的心態 - 真的是人性耶 - 這個應該是回應到說 - 你問我說價值投資有什麼缺點 - 然後我說沒有 - 所以大家才會反應很激烈這樣 - 好啦 - 我可能講話就是 - 客氣比較絕對一點 - 因為我是做鑰匙的 -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 - 非黑即白 - 確實是比較果斷一點 - 他說違反人性 - 對 沒錯 - 是違反人性 - 沒有錯 - 所以這件事情需要修煉的 - 那你可以常常去看巴菲特的訪談 - 其實我覺得巴菲特很酷的一點就是 - 不管是哪一年 - 不管那一年在流行什麼事情 - 你去問他 - 他永遠都老行載載 - 他就說 - 好沒關係啊 - 你覺得那很棒啊你去投資啊 - 那我喜歡投資巴虎當 - 那人要不要高 - 要啊 - 啊我喜歡喝口可樂 - 啊人要不要喝口可樂 - 要啊 - 然後他很多家具公司 - 啊人要不要買家具 - 要啊 - 他很喜歡保險公司 - 人要不要買保險 - 要啊 - 啊就好啦 - 你去賺你的我賺我的這樣不行啊 - 就是巴菲特他很酷的是 - 你問他任何的問題 - 各式各樣誇張的問題 - 他永遠答應 - 就只有那幾個 - 然後他永遠都可以應付這些 - 就是世界在怎麼變 - 然後他永遠就是那個樣子 - 巴菲特之前有說過一句話 - 我覺得很好 - 然後大意就是 - 治父親並不困難 - 就是沒有人願意慢慢的被有錢 - 對 對 - 貝佐斯啊 - 就是亞馬遜的老闆 - 他說欸巴菲特啊 - 你這麼會賺錢啊 - 為什麼人家不學你的方法 - 你的方法是太難了 - 啊 - 他很說喔 - 因為大家都不想慢慢的變你有錢 - 對啊 - 欸巴菲特那麼有錢 - 會搶那麼胖 - 因為他很恐怖 - 可是他就真的是 - 穩紮穩打在做 - 他一年就做20%而已 - 你感覺沒有很多 - 就像小琳達會一直跟他講 - 負利是很恐怖的事情 - 所以一定要盡早開始 - 要行動啦 - 不管你是喜歡做美股也好 - 喜歡做台股也好 - 喜歡做其他各式各樣的房地產啊 - 或是什麼都好 - 你要持續的去做 - 對 - 然後持續的去創造你穩定 - 而且越來越多的被動物 - 沒錯 - 好 今天非常謝謝Peggy呢 - 冒著又要被大家發的風險 - 我來跟大家解答很多人的問題 - 那如果你對美股有興趣的話呢 - 歡迎到BOS聽講座 - 歡迎來我們分享會 - 然後是免費的 - 妳來的時候要說的是SALENDA的觀眾喔 - 記得跟我們講一聲 - 就可以免費聽三個小時的講座 - 就可以免費來聽三個小時的分享會 - 然後如果你想跟我面對面 - 有一些問題想要更深入的了解的話 - 歡迎來我們現場就是跟我們互動 - 可能不一定是我 - 因為我們還有其他的講師 - 然後我們其實都很願意跟大家分享很多事情 - 那也可以到我們的頻道去看看 - 那我也會在Peggy他們那邊 - 反正就是有一支合作的影片 - 那也可以去訂閱他們頻道 - 然後看我們另一支合作的影片 - 那如果你喜歡這影片呢 - 歡迎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- 那我們下影片見囉 - 掰掰 - 歡迎